女性刘雨柔于去年宣布与结婚6年的老公离婚 如今仍爱篮球选手胡凯翔后 不时透过社群平台放闪 经日她登上节目透露 自己经历偷拍时间后导致精神受创 不得不求助身心科 当时她曾把自己关在家半年 不仅失眠 食欲不振 甚至鱿鱼症 恐慌症都发作 连到楼下拿挂号都会恐慌 然而当时刘雨柔的婆婆 因锥肩盘开刀需要住院 因此前夫希望她能够当个孝顺的媳妇 到医院探望婆婆 刘雨柔表示自己可以走路 但无法克服心理状态迈出家门 前夫竟直言 婆婆躺在床上才是一个病人 而刘雨柔还能走 就应该要去医院探视 让她感到很受伤 此外刘雨柔也透露 吃了药物之后会昏昏沉沉 什么事都做不了 后来专注在做运动 才慢慢改善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